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今天指数下跌了132点 是近期一个比较大的压回 压回的过程包含最近好像 比较走稳的贵买指数 今天也是承受不住 也是往下跌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些比较特别 就像这个 应该这么说 应该说现在这个行情里面 它很像一个赛局 赛局就是比赛的赛 赛局 一个赛局 那这个赛局里面大家都想 来 我跟你讲 应该说它是一个简单的赛局理论 我们以贵买指数来看 可能会比较清楚 因为毕竟这一波很多古怪东西跌很深 例如像什么2327国具 就贝勒元件了 从1300块提到400多块 这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一个跌幅出现了 那赛局理论会成立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大家其实都想要买 但又想买低的时候 那这就很有趣了 对 这就很有趣 其实以现在大环境来讲 大环境来讲 我今天下跌的原因大概是 整个美国在最后时间跟加拿大 达成了贸易的一个协商 在最后的期限内达成一个协商 结果呢 美国股市涨不上去 因为美国股市涨很多了 差很多涨不上去 你就怕它会不会掉下来 那现在中国股市在修饰 川普又开始 又开始叫板了 他说我又要对你磕税 那大家都知道 美国要对中国的磕税 可能是磕好磕满 大家都有预期 然后问题在于 如果我要抢反弹 我要买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点 比较安全的点位 不在乎它跌了多少钱 而在于什么 而在于这个点位 是不是已经没有人敢抢短 你是少数的人 还记得我先请跟他讲 一档叫6456 OJS 对不对 这张股票我跟他讲 这个地方你要先避险 对不对 跌跌跌跌跌跌到这里 很多人问我说要不要买 我们就在LINE好友上面 跟大家分享 GIS的那个筹码的变化 当时大概是从这里跌下来 我们不是在LINE好友上面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要抢短的话 你要观察一下 总股东人数跟特务筹码变化 当时在这里 你觉得应该是OK 那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很 就是一个图 反正你自己决定 对不对 那事实上证明是越完买越好 那今天呢 来我今天 我今天跟大家讲 不一样 今天指数跌 没什么好讲 我跟大家讲一些不一样 那你用你自己的想法 你对未来的一个感觉 你自己去想 哪一个营免会比较大 来今天国具 从1300 跌到452块 几乎是最低点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好 那它叫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的话 你是要主动出击 还是被动出击 我认为是被动 我认为是被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等到特殊筹码进场买 你再进去接会比较安全 我等等跟你说为什么 然后这叫达方 8163达方 从95块8跌到44块钱 这个非常诱人的一个跌幅 非常诱人 这个跌这么深了 万一能减的话 你看很多人都会去减 因为万一反弹都会很强 不过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 我跟他讲 这个 先讲好了 我今天会跟 来你今天交我们好友的 或者是你已经是我们好友 我们明天会跟大家分享 我明天会跟大家分享这个 会跟他分享 来被动元件 我昨天跟他讲了 昨天跟他讲MOSV 今天跟他讲被动元件 来被动元件包含齐立心 包含九豪 包含信仓店 包含大义 包含达方 包含华兴科 包含光洁 包含国具 他们一个总股东人数 跟所谓特殊筹码的走势 这个明天 我们会在LINE上面 跟大家每个好友做分享 那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因为现阶段 你要了解 你跟你的竞争对手在想什么 就像一个赛局一样 就像假设我开一个那个 饮料店好了 那我的饮料 要涨价 还是要降价 我需要数据 对不对 我涨价的话 万一 我的生意会变好 那隔壁的也会涨价 那我就涨价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涨价隔壁的 他不涨价 搞不好我就没生意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 你就要去把所有的情况想过一次 就像这一次一样 来先给大家看一档叫国聚 我先跟他讲国聚 这一波里面我们只强短过一次赚钱的 但是我们赚的非常少 非常少 赚很少 那国聚这一波 为什么我们强短不敢赚很多呢 因为它重点在于 总股东人数它是增加的情况 那特殊筹码是一直减少的状况 这个节目上你如果看不清楚 未来在LINE里面你可以把它放大 你可以把它缩小放大 那可是国聚有个好处是什么 来我跟他讲 国聚有个好处 他的好处在哪里 他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他跌升 第二个在哪里 第二个他的特殊筹码占比非常高 就是说现在有超过400张的人的持股 他现在比例还有73% 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那你一定会说奇怪 那国聚特殊筹码占比这么高 为什么他现在还不会涨 这攸关着总股东人数 这很重要 因为假设 我跟他讲股票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 赏户减少特殊筹码增加 一种是赏户增加特殊筹码减少 那这个两个有一个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说 虽然我现在手中有股票 可是我可以等到这一些人 他开始减少了 他不增加了 他不给我卡油了 我再来拉会比较轻松 不然我拉起来都被你赚了 对 假设我从这样 假设他从700 600块 拉到900块 你是赚了300块你就跑了 可是 拉的人是 人家在拉了 你给人家沾一下 酱油你就跑了 那所以人家会算嘛 会算你这个股东人数是不是很多嘛 等到筹码比较轻了之后 他可能就会拉了 所以你现在要去算的是 这个里面这个赛局 在经济学里面 他就说所谓的赛局理论 那赛局理论里面 有所谓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经典的案例 如果你念上课你都知道 那个穷途困境 穷途困境就是囚犯囚犯的困境 他的例子大概跟现在的股市很像 例子是这样子的 假设 过去有两个人去抢银行 两个人抢银行 结果抢了一下跑了 糟糕没有监视器 过去没有监视器 现在你抢银行 你有监视器 过去没有监视器 你抢了银行 两个人跑掉了 这两个人跑掉了 好像抓到了 可是问题是抓到这两个人 你没有办法证明 就是他抢的 因为他蒙面嘛 对不对 抓到两个人 就把这两个人分开 你一警察就把他分开审理 分开怎么审理呢 他就跟两个人讲一样的话 我跟你说 如果你认罪的话 就像那种认罪协商那种 你认罪的话 你无罪 我们抓那个就好 那个判死刑 我把他给判死刑 你无罪 这样诱运很大对不对 他也跟另外一个这样讲 你的同伴 万一不招的话 你招了你就没事了 他判死刑 我只要抓到一个就好 这样听起来你会不会招 本来警察抓到两个人 他没有那个影像嘛 对不对 没有摄影机啊 可是那两个人 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招 第一个如果我承认了 我认罪了 另外那个人他不认罪 他死刑啊 枪毙我无罪啊 可是问题是 万一两个人同时 同时都承认 两个都会被关 这个就是所谓的穷途困境 过去经济学里面 赛局理论里面的最经典的一个案例 两个人被分开审理 你不知道对方会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非常有趣的一个算计 当然你会算对你自己最有利的 不过你算完你对你自己最有利的情况下 因为你对所有的情况不了解 所以到最后 两个囚犯 都怎么样 两个囚犯都认罪了 哇 两个都被抓了 被关30年 对不对 这是所谓赛局理论 那这赛局理论 这个所谓的穷途困境 是所谓经济学里面 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在股票市场里面 他同样成立 他同样成立 成立在什么地方 来 假设这是个赛局 你买了 我就先不买 散户买了一堆 我就先不买 因为我等到他 假设一个是主力嘛 一个是散户嘛 散户买这么多 想要搭我的便称车 我等到他们都受不了了 我再来买 再说你脸了 对啊 可是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 不是 你是散户 你当下你没有办法决定 所以你现在要看 你自己看 当一个所谓的赛局理论 你要计算的时候 你必须知道 像国具 如果你知道散户在增加 人家可能的选项是 我先不拉 他不是未来就是这个价格 他因为这个价比很高 他未来可能会拉 只是不是现在而已嘛 对不对 那你要去算什么时间点 是比较接近 人家要拉的时间点嘛 那这里面包含国具 包含达方 包含华兴科 包含光洁 这个过去其实都是一些 你去看 这万一真的有反弹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弹幅会很高 但是他也不是说反弹就反弹 他弹到这里就下来 他到这里就下来 他到这里就下来 代表了什么 代表着这个里面 他有着总股东人数 跟特殊筹码中间的一个拉扯 那如果你知道 这里面的一个变化 筹码的变化 你就可以慢慢去算那个赛局 就是那个游戏 在怎么样走的情况之下 会对你自己 产生一个最好的效果 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 很多人买了被动元件 但是我们都还没有买的原因 因为我只买过一次国具 我们小赚 那未来呢 未来到底可不可以买呢 九豪奇力星性商店大义 这八档是被动元件的股票 来今天 明天我们会在LINE还有我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 在LINE还有我上面跟大家做分享 就像这个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样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们在LINE还有我上面 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是MOSFI的概念 MOSFI的概念 MOSFI概念股里面包含 节力包含富顶包含 汉蕾包含貌系 大家都是MOSFI概念股 大家都跌很多 那跌很多的情况之下 请问 这个散户有减少 这个散户 这个散户一直增加 这个散户减少一点点之后又增加 特充满卖 那这个散户不太敢增加 特充满有特充满卖 那贸系呢 不好意思 散户一直走 特充满一直买 那你看一下 你就知道谁是最强的啊 对不对 如果你买富顶 他拉一支之后都会下来 对不对 那如果你5299 对不对 反而比较强 那如果你是3707 他反而就连拉一支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散户很多人 今天还没有跌 贸系今天还平盘 跌值不跌100多点 对不对 他昨天慢慢往上 他转不多啦 转不多 但是你要去想的是 你看哦 贸系是长这样吗 这四个你选什么 假设啦 假设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总股东人数 跟所谓特充满之间的变化 你让我选 我选富顶 真的 你让我选 我选这一支 因为这个最漂亮啊 你看哦 他这么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最漂亮的很多人 都会受伤 因为他最漂亮 然后你买在这里 你又买在这里 你不会买在低点啦 因为低点你不敢买 涨停满之后你就去买 你有没有看到 那其实 事实证明他是不能买 你看他 涨停满之后你去买 你都赔钱 你都赔钱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情况嘛 但是如果你知道情况 我就不会选富顶 真的 我就不会选富你 除非你家金山银山 所有股票你全部都要买 那如果你家不是金山银山 你买一次就好啦 你买那么多次干嘛 对不对 我就跟他讲 你要去想 这是观念的问题 对不对 观念的问题 我跟他讲过了 貌系 环球金 就是并购天王去买的 你去看一下这个特殊筹码的占比 你可以算一下 你可以算一下 这一波里面 如果你是散户 如果你是大户 在未来大盘的走势里面 你自己去算 你自己把它做成一个赛局 你去上网Google一下赛局理论 到底要怎么分析 那他有简单盘跟复杂盘 那至少你知道筹码之后 你慢慢下去算嘛 你可以算出 多一个对你最有利的 至少 至少买最多的不会是你嘛 对不对 没有涨了 是持股最多的人 而且人家最高点没有卖 你在这里买 应该你不会吃亏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讲了 你要去算这一种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这个 他的一个持股1000张的变化 好来 那其实我现在是希望 我们能够 买这类型的股票 特别是指数在跌的时候 我们买这个 就像32块多嘛 对不对 不是在涨的时候 大概今天多涨 应该也不多 34块6 没有很多 一点点 但是问题是 安全最重要 对不对 来简单回顾一下 先前茂系的 有些 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东西就是 你看喔 是涨这样 绿色是中股多元素 你看到中股多元素 是不是一直在做减少 好 那红色是持股 差不多400张 那他一直在增加 在这里有一个大幅度增加 这里 这里 那为什么他大幅度增加 因为这个叫做 并购天王 如天王参战 大家都在买环球金 我知道 不过呢 他现在筹码上面 短线上筹码 还有点乱 如果你想要 这一段最风光的 从64到640 64到640 环球金 过去的64到640 这么风光的 十倍的涨幅 你也许 要从并购天王的角度去做思考 那并购天王是谁 你自己知道 就中美籍的董事长 也是彭哲的董事长 好 他在这里参战了一家公司 他来参加这一家公司 他来入股这一家公司 现在持股1000张的占比46.77% 历史最高是47.14% 8月份营收是51个月新高 不过第二季EPS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什么意思 营收还在成长 但是第二季营收 第二季的获利已经历史新高 他股价历史高点是86 现在30 历史高点是86 第三季的话 9月营收应该会很好 他7月份营收 8月份营收 8月份营收是特别好 那比第二季的营收好很多 第9月应该很有可能会再成长 所以第三季的EPS 可能比第二季还高很多 那第二季EPS 已经历史新高 来 过去高点在这里 修议市12% 董事会最新决意要办宪征 宪征的意思是什么 我未来办宪征 那办宪征的话 他有个宪征价 如果你要募得比较多钱 股价越来越高 那这筹码很干净 对不对 你就是慢慢等 今天有没有涨 满满蛋 我不是跟你讲一个上涨的股票 对不对 做这个的 做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你现在赢面会比较大 我跟大家讲 现在是个很特殊的环境 当然大家都是希望股票涨 可是问题是 万一股票先跌下来 我可以做一趟价叉 对不对 大家都在想啊 那所以呢 一旦指数下跌 我先卖 我先卖 到时候再买回来 所以你现在要去算 你要去算 你要先了解 筹码你才能够赢过对手 因为每个人都在看K钱 我跟你讲 RSI KD 没有人不会的 那没人买效 对不对 大家都会 RSI大家都会KD 怎么大家都配钱 你要有跟你竞争对手不一样的武器 对不对 人家拿棍子 你要拿刀子 对不对 人家拿小刀 人家大刀 你要拿大刀 你才会赢嘛 如果大家都用一样的武器 那我跟你讲 这一次被动元件 我来 我明天会跟所有好友分享 你也不用按什么 我直接会在赞上面跟他分享 来 后来叫我们赞好友 我给大家一个最有帮助的东西 最有帮助的东西 来我给大家全新的 最新统计 最新最新到10月 到上个周末 最新的一个资料 总股东人数跟特殊筹码 特殊筹码持股400张的大股东 持股400张的大股东 跟总股东人数的一个比例 他现在的变化 你可以算出这个赛局里面 未来怎么做对你比较有利 你可以自己算 那我们也会帮我们会员算 这叫达方 这叫华星科 这叫光潔 我一次跟你分享八党 八党齐立心 旧好信仓天更大义 这里面每一档的走势都 特殊筹码跟中股东人数 变化都不一样 如果你要选被动人件 如果你非被动人件不可 那你可以挑里面最好的 那你可以等一下 你可以算一下 你把它算一算之后 对你最大的影面 我不是不买 而是什么时候买 还是现在就是最好的买点 哎呀到底哪一支是最好的买点 已经出现了 我等不下去了 有可能别人会先跟我抢 到底是哪一支 被动元件 里面八支股票里面 我们会跟line好友里面分享 我觉得这才是 对大家帮助最大的 现在行情就是正正当当 大家处于一个恐怖平衡 你要先买 还是我要先买 你要先买 还是我要先买 那到底怎么算 算总股东人数跟特殊筹码 把比例算出来 你再去算一个所谓的赛局 把它给算出来 你就会是少数人家 来欢迎加我们好友 我们明天会跟所有的好友分享 被动元件里面这八档 人气的被动元件 它的总股东人数 跟特殊筹码的一个变化 来欢迎加我们好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段再回来 台股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源头顾至股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头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悬股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今天指数跌了100多点 中口股市修饰 就这个礼拜都修饰 美股涨上去之后 好像涨不上去 又好像涨得上去 所以这些是很尴尬的情况 因为美股已经涨很多了 万一涨不上去的话 现在台股大条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台股又跌很多 它涨不上去 我们又跌很多 那到底该怎么算 我跟他讲 各股走势不同 虽然这句话是废话 可是它是真的 每个股票走势都不一样 就像什么 就像我现在跟他讲大雨支 对不对 为什么是大雨支 106块 我做个特定券商 他在2月跟5月份 大买了某一家公司 某一档股票 而这档股票 最后三个月大涨了3倍 那这个券商 再买什么 再买大雨支 来我两个人来说 我跟你讲这个 从5月到这个地方 他们在狂买 对不对 特定券商在狂买大雨支 学位13号的时候 大雨支多少钱 106块 真的啊 那你看筹码 是不是 来 是不是赏户都跑掉了 他在下面买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万一上去了 对谁比较有利 对股票多的人比较有利 对不对 因为赏户比较少 万一上去了 对股票多的人比较有利 那股票谁比较多 他比较多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几乎比较大 对不对 反正股票到最后赏户都输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 对不对 大雨支我跟他讲 不要跨买 我不敢跟你说一定赢 用7% 对不对 万一错了就停损就7% 反正你买别的一下子就7% 就赔7% 那不要跨买 对不对 来 礼拜四 19、23号 9、24号 涨零 真的运气这么好 真的 然后又涨零 接着呢 先卖一下好了 因为最近的行情 跟过去不太一样 对不对 先解码一下 押回来再给他买 真的 押回来再给他买 好 来 这117、118了 好啦 涨上来了 找到132 真的 找到139 跟所有股票都不一样 找到174 卖到147 找到147 卖140了 然后跌到130几 又买回来 差不多快10块钱再买回来 今天呢 今天又140了 你看一下 你看看 今天又140几 啊 啊为什么 因为这赏户比较少啊 你知道吗 刚指数在跌的时候 赏户会怕 在涨的时候 赏户不会怕 涨的时候赶快买 对不对 跌的时候不会怕 跌的时候会怕 那你现在要买的是 没有赏户的啊 欸 跌的时候人家不会怕 因为没有赏户嘛 所以呢 如果是一样的道理来 换成被动眼镜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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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让你飙到一档 真的最低点 真的反弹了三成五成 那还得了 对不对 每一个人跌幅都很大 九毫奇力星信仓店大义 对不对 达方华兴科光节 国具 来 这个不用说什么 大家是好朋友 我明天会在LINE好友上面 无私的跟大家分享 这八檔股票 特殊筹码的变化 因为爱与公开节目上面 不好直接说 我们会在LINE好友上面 直接跟大家分享 被动元件 最热门的八檔股票 特殊筹码跟整个 总股东人数的一个变化 欢迎见我们好友助理 明天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